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切就真相打敗了 老師在是不是 老師在 大大小哥 來 你要脫鞋 你要乖 要脫鞋 這個進來這個道館 我們這個一切規矩要 要注重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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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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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看起來臉色紅潤耶 他這個不怒而微的這個 氣勢非常厲害 老師 我這個可以知道一下 你學習這個空手道的時間 大概多少年了 現在7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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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8歲開始學 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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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這兩位是 老師的老師 沖繩的空手道分成四大流盤 松濤流 剛柔流 河道流 密東流 大師所代表的剛柔流 講究的是剛柔並濟 在修行詞則注重氣、息、體的鍛煉 簡單來說就是基本功的要求 像你看到我前面這兩個 是剛才師傅說他們最基本的這個 熱身入門的時候 但你這要怎麼弄耶 它這個裡面是陶瓷的 純陶瓷的喔 它不是那種什麼 可能空心板、亞克力那種 它純陶瓷的 然後它形狀很特別啦 我覺得它這個形狀是他們這個 可能流球這邊空手道 或是他們這個流派他們專門使用 它的那個樣式是非常特別的 有點像浮胸的那個樣子有沒有 然後它下面還加了這個 外面包的這個水泥 這一個我看大概有四、五公斤喔 原來空手道可不像跆拳道 比較注重腿部的技巧 而是融合了踢、打、摔、拿、頭、鎖、腳、 腋技、點穴等多種技法 所以才會利用各種訓練工具 強化身體各個部位的強度力道 以其發揮最高的戰鬥力 這是鋼籠瓷 鋼籠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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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鋼籠瓷最基本的一個步法 就是手跟腳的最基本步法 好 不可以開玩笑了 等一下 打我 我覺得好緊張 沒有想像這麼輕 這個是 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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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為什麼要這樣練習 為什麼要這樣練習 就像這樣 現在要告訴我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練習 因為他們其實拿那個 每一個不輕 但是對他們來講沒有很重 但他們要不斷的 還會做這個基本步 剛才真的是真的嗎 真的嗎 對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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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原來是這樣子 你以為剛才這樣子 輕輕壓一下很痛是不是 他壓這個點跟在這裡面 好痛喔 好痛喔 看看師傅感覺好像沒什麼處理 怎麼會那麼痛啊 腳底按摩我都可以忍 這我忍不了啊 也難怪常聽人家說 真正的練家子 從頭到腳都是武器 你有沒有看到剛才老師 你以為他只是手搭肩喔 剛才老師瞬間 壓了他這個位置 壓了他這邊 是嗎 對 對 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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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 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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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你 享受 享受 但是你沒有辦法控 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方向 因為剛才他其實瞬間轉的 除了瞬間的力量以外 這是天使的地方 好痛喔 好痛喔 有沒有紅掉 我不知道 這邊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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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 小心 好痛喔 妳這… 這怎麼回事 什麼事? 這個膝蓋上了 現在是鎖子 OK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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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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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 享受 就 我也就 這樣 這樣 好啦 謝謝 喔 是 等一下 我要寫個慘字 小哥我主持這麼久 第一次在訪問中 倒地這麼多次 大家不要以為空手道只有這樣 真正厲害的還在後頭啊 等一下 好不好 老師就要讓各位 老師們 其他老師們 表演真功夫了 這不是在開玩笑 那一段我一定是跟不上的啦 但是我可以在旁邊看 然後他們除了一些 他們的 鋼肉流自己本身的武術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他們會使用在 武術上面的道具 甚至像這種 打板子 都會使用上 好不好 這個 你不要以為是 什麼空心板喔 這個 欸 好暈喔 應該是 應該是教練 應該是教練 希望不要是等下講說叫我上去 我們不要覺得他是 是假的 厲害耶 利落不囉嗦 就是要敵人 再瞬間失去攻擊能力 而除了真正的格鬥技巧外 空手道也在2020年的 東京奧運中 正式成為比賽項目啦 所以更有印度的奧運選手 不遠千里來此拜師 就知道咱們 勾搏職業人物 絕對不是浪得虛民啦